欢迎收听新视角金新闻 我是清雨 广州市自6月5日起 全市11个辖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当天 广东珠海 中山 东莞 深圳 惠州 清远 韶关7个城市 共派出5200名医护人员驰援广州 分别支援广州南沙区 增城区 宠化区 花都区的核酸检测工作 6月6日上午 广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陈斌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自7日中午12时起 离开广州或广东省的人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要求广州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广州 不出广东省 外界注意到 广州目前的状况同等于变向封城 但蹊跷的是 广州官方宣布需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出省的时间 预留了近24小时的空窗期 这与武汉去年宣布封城时极为相似 在这段空窗期 可能会有大批民众选择逃离广州这个危险之地 据大陆财新网报道 2020年1月23日凌晨2点 武汉官方突然宣布当天上午10点开始封城 这期间有8个小时的空窗期 当时已有提前得到消息的民众连夜出城 高速公路上出现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 火车站 飞机场深夜也挤满了人 根据中共武汉铁路局在微博发布的统计数据 2020年1月22日 在武汉站 汉口站 武昌站 共发送出29.96万名旅客 当中武汉就有9.31万人搭火车离开 从微博上传出的信息显示 有逃亡者自称和发烧的朋友一起吃退烧药 趁降温逃离疫区 要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 还有带着孩子的妈妈表示 离开武汉是要全家前往海南岛山崖市避难 还有不是武汉当地的民众指出 所有住在武汉的亲戚得志要封城 已经全部出城了 2020年1月26日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武汉市常住人口将近1,100多万 户籍人口是990多万 流动人口将近500万 在封城前 已有将近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 只有近900万人被困 外界一致认为 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 声称中共病毒没有人传人 直至疫情失控才不得不封城 但为11晚 病毒已经随人流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专家警告 广州此次流行的印度变种病毒 疫情潜伏其短 传播速度快 病毒载量高 比去年疫情更厉害 财新周刊引述广州市第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的话表示 变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而且传播距离远超过去认为1米的安全距离 蔡卫平说 目前病毒传播至少5代 但病人的病毒载量没有减少 这意味着病毒的传播力没有出现衰减 比2020年疫情时的厉害得多 印度变种病毒已传播至少50个国家 马来西亚卫生总监诺西山在5月11日的记者会上曾表示 印度变种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 而且目前所有药物对变种病毒无效 确诊病患只能在医院与病毒搏斗 这对防疫是巨大的挑战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